主要在云端白板的第12页 记得是云端白板里面的0601这个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 第12页的地方打开 那就是我刚刚做的 就这一段 其实大概就七行程式 里面当然有一些注解是print的 我是建议如果说 你不确定说你得到什么 你可以先把底下先不要执行 按Ctrl-1就注解起来 然后就是前面加紧之号 然后先试着print的资料看看 对不对 如果print里面有资料 那表示可以往下做 但是如果你print本身就没有资料 那你就不要往下做 你可能要检查说 这个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出错 那只要程式不出错的话 理论上应该可以很顺利 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那我们刚刚主要是这一段 然后接下来底下有写到资料库 不过写到资料库这部分呢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没有时间 所以这部分也许就交给同学回去再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是用那个pm2.5的资料 我要把它写到资料库的话 那怎么做 跟前面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那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是觉得Jason如何转csv这个部分 OK 那其实跟各位讲 只要再增加四行程式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怎么说呢 主要有两行 这两行 在回圈上面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s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基本上呢 因为我需要输出的话 是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加换行 所以呢 我就在跑回圈之前 先怎么样 先给它一个栏位名称 在第一列的地方 那底下这个回圈的部分 是把每一个的里面的value 一个个抓出来嘛 那我把这个抓出来的这个串列 分别把它用format串在一起 然后这两行就是存档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python在这个地方还蛮容易的 我做一次一个个看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把刚刚的程式加上去 OK 那我把它恢复好了 基本上 主要我增加的就是有四行 那哪四行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我先在回圈的上面 先建一个s的变数 那它预设是空的啦 里面因为我需要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栏位中间加豆点嘛 所以呢 最简单的方式 哪里可以取得栏位名称 其实你会发现从那个 这个开放资料里面 它其实已经都提供给我们啦 只是说它这个里面 是加顿号 你把顿号加豆 把它改成豆点比较好了 所以Ctrl C 然后呢 把这个资料呢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那记得呢 把这个中间的这个 就是顿号改成豆点 如果说你 假设栏位名称 你希望是用英文的 你就用前面 用前面的 把瓜虎里面的中文拿掉 或者是说你 假设要用中文的话 你可以把英文拿掉啦 如果你假设两个都要 不然你就保持原来的状态好了 那记得后面这边 因为要换行 因为CSV的格式 后面呢 分格一定是豆点 那尾巴一定是换行 所以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豆点加换行 好 那也就是我们先产生一个 前面栏位名称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它得到的这个value 这个list2 因为这个list2输出的话 有点像涨这样 它就是一个串列 那我需要把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一个资料 怎么样 放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资料呢 豆点 第三个资料呢 有没有 在豆点 就是放第二个资料 豆点 第三个资料 豆点 是 所以呢 其实就是必须把这个 资料从串列里面取出来 然后串在一起 那所以 要什么串在一起 底下的话就是 把它再跟S串 所以S等于 S本身 加上什么呢 总共应该是五个资料吧 中间加豆点 所以呢 我们其实这边可以用那个format来做比较简单 五个资料 我们就 第一个资料就大瓜糊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 第四个资料 第五个资料 那尾巴的话记得加换行 然后呢 我们就点什么 点format format之后的话呢 那就给什么 给五个资料 那五个资料因为在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一个资料 要取出来 那第一个资料记得 就是中瓜糊0 就第一个资料 然后第二个资料的话呢 中瓜糊1 一十类推 所以呢 你就第一个资料抓到了 然后呢 再 所以哦 如果以这边来看的话 是抓到这个 台南 瓜糊北门 放在这里 然后丢到这里 豆点 然后再来就第二个资料 这样就1 就是台南市 放在这里 然后豆点 然后再来就是 后面再加二十二 有没有 然后再加他哪一天 然后什么单位 所以呢 他总共五个栏位的资料 然后他顺序一定是0 1 0 1 2 3 4 OK 然后呢 分别就把他串在 这个 栏位名称的后面 那一只类推 一个 两个 三个 直到最后一个啦 所以基本上哦 他会先串哪一个 先串加益 这个先串完 然后换行了之后 换下一个资料 零口 一只类推 好 那所以呢 最后呢 假设串完了之后 当然如果你print出来 当然你这个地方 可以先print 比如说print print printer s好了 你可以先print看看 啊我们其实可以 这个print list 2就可以把它注解掉了 我们就不需要把 我们直接把那个串接完的结果 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呢 串接完就长这样子 就是一个 他的 栏位名称 有没有 换行 这个太大了 ctrl- 我把它先缩小一下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他就是 栏位名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换行 然后第一个资料 加1嘛 然后1到5 有没有 啊就0到4啦 编号 然后换行 因为有反斜线N嘛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可是呢 现在只有print的出来 但是如果我要存档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后面呢 再加存档 存档的话呢 我们用f物件啦 我也许换一个名称 fw物件 等于open 那存档的步骤呢 一定是先跟他讲说 我要存一个 档案名称叫什么呢 叫pm25 好了 点csv 一定要档名 跟负档名 逗点之后呢 后面的话 因为我要写嘛 所以是w 这个前面做蛮多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先建一个空的pm25的档案 然后再来就是fw 后面记得 因为我要写出去嘛 所以就加上一个write 这边会显示 write 后面的话呢 带一个s给他 就是把这个s的资料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存档了 把它执行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就存档成功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在我们的根木屋底下 就会有个pm25的点csv 按照排序一下 这个 然后把它点两下打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刚可能 我看这边好像有开 不过还记得一件事 最好这个最后面那个fw 最好先打一个close 因为如果你没close的话 他会把它怎么样 暂去 lock住 像刚刚会有锁起来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没有加close ok也许加一下close 再执行一下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这一个档案把它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要 我们五个栏位 我选起来就快点两下 这样就出来了 你会发现这样就很清楚 也就是 刚刚是jackson的格式 jackson格式的话呢 假如说呢 你不懂的把它转换成那个csv的话 然后他基本上看到 就长这样子 说真的长这样子 要把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那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 就是而且未来这种jackson格式 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种程式还是透过这种jackson的格式 这个什么 发布其实是最简单的 因为程式直接就发布 但是如果你要接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记得用这个jacksoneditor 然后找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外面如果大瓜糊 就是它这个字典 第二个的话呢 用这个字典里面你要抓哪个资料 那你就把它的ID记下来 然后配合我刚刚讲的 把它get回来 然后呢 再利用转换的方式 就是说呢 把这个jackson存成csv 这样的话呢很快 我们的easeer就可以开起来 那如果你要做后续的统计的话 相对就比较简单的 OK 那这里的话呢 也许同样的方式 其实你们可以把它换一下 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像网路上很 就是说政府机关有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比如说像什么呢 开放资料里面 也许你们可以找一下政府开放资料 比如说我对交通事故很有 因为最近好像新闻也有报道了 就是六都的死亡的案例 到底六都里面哪一个都市 它的死亡率是最低的 哪一个是最高的 那差在哪里 为什么 还有呢 从104年到110年好了 到底是增加还是检讨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个google 交通事故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其中的话这边有一个什么 六都A1类交通事故统计 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呢 那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六都 哪一个都市是最 怎么样 它的交通事故是最少的 最好的 OK 那最差的是哪一个 其实 当然 其实或多少可以猜得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 那个死亡人数大部分都是跟行人 我觉得是最劣势的 然后骑士是自行车 再骑士可能是机车 OK 那如果汽车即便是稍微碰撞 可能因为有壳可以保护 所以这个地方 我发现去中南部 几乎都没有什么行人空间 有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上 其实非常危险 那反而在台北市 感觉这个行人空间 其实相对做的会比较好一些 尤其是像那个大安区的部分 很多其实都有画那个人行道 所以可想而知 跟这个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 假设我要取的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资料 这边也有提供这个资料 那也许可以看一下 我发现这边相关网址 他是开放资料 或许可以找一下 那我好像有找到一个连结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找不到的话 我底下也有放一个 就是有关那个六都的 在这边 第18页吧 你们可以点击 不过我看了一下 他好像 开放资料 有时候会变动的 授权 他底下是在这里 本来这边好像有一个连结 他这个连结好像把它拿掉了 所以他有时候会开放 有时候不开放 这个就比较麻烦 不过没关系 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 或者是不是 还要授权吗 那请各位试试看 先试着把 Json转CSV部分 试试做做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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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